蓝宇来的玉香面在台东市开张不久 就吸引了很多蓝宇人上门指定这一位 老板娘传纯妈妈好味道 把煮到松软绵密的芋头 加入蔬菜炖煮过的鲜甜汤头 配上油炸过后的金黄意面 顺的口感让吃过的人都无法忘怀 炖煮到松软绵密的芋头 里头还有高丽菜、金针菇、几何包蛋 加上油炸过的意面 搭配金黄色的高汤 香气逼人 这碗南宇著名的鱼香面来自她的手艺 第一次吃到好香哦 感觉怎么样 滑Q 那个面好滑这样 那个芋头好软哦 感觉好像入口即化 汤头也很轻 老板娘在厨房里忙着帮芋头削皮 俐落的刀法 让原本土色的表皮退去 露出白白的果肉 将削好的芋头洗干净后 下锅炖煮 准备芋头 这个是最主要的材料 然后去搭配再买一些 跟它搭配的一些食材 一颗颗体积硕大的芋头 是经过老板娘精挑细选过的 不过要煮出道地好吃的芋头面 则是有诀窍的 最主要是芋头的部分 因为当初这个芋 台湾芋头跟蓝芋的芋头是不同 不同的 台湾芋头是香 它是松 蓝芋芋头是绵密 清香 所以它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味道 因为这个食材我取得不易 我必须要 蓝芋那边的部分就是 可能要请一些人 请一些牌肉 请朋友 寄一些 可是数量有限 虽然食材不是多高档 但有蔬菜及海鲜增加甜味 所有食材的鲜美 融在一碗面中 吃下一口 好吃到难以形容 这是小时候的一个记忆 因为我们每到螃蟹节 就是在背雨季之前 女孩子都会准备一些芋头 然后笑老就是来 就是慰绕一些男士 以前民生比较不怎么那个 就妈妈就心疼小孩子 剩下的芋头 煮过的水 就叫我们小孩子去买泡面 去煮 当初是最主要是一个很单调 就是一个泡面和一口汤 然后来到这边 就是响面那个味道 所以才会重新去研发这个口味 然后加一些食材下去 蓝鱼传统的好味道 在老板娘巧手重新诠释后 变成现在的鱼香面 将这妈妈的味道 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就会给大家看看 这边有些人可以穿上去的